第六十四章 相救 糟糕 傅力看到这一幕心中大惊 伏魔金刚大阵彻底破裂了 石城最后的屏障消失了 傅力和物件两个人的脸色都是瞬间惨白 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而下面的人也都是陡然感受到一股子阴冷的气息从城外呼啸而至 虽然妖魔还没有来到 但是他们带起的气息却已经先是感到 那种独属于妖魔的让人胆寒的气息照射在每个人的心底最深处 让他们忍不住地发抖 现在他们感受到了 也终于知道害怕了 楚冠珠 没时间了 傅力强忍着喘息说道 且一起联手对抗妖魔 楚河看着傅力和物件的模样 微微摇头 我只是看客而已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 两人听完之后 心中的温度也都是降到了冰点 他们知道楚河这种人物说出的话的分量 既然楚河那么说了 就肯定会那么做 物件 我们走 傅力直接转身 狂奔向城外 只是两人还没有走出多远 就忽然被一股子几乎化为实质的黑气猛地推了回来 满天的黑气 在少了那最后都屏障的阻挡之后 毫无阻碍地涌入了这个并不是很大的城市 几乎是在瞬间 整个城市的大半边都被浓郁的黑气笼罩 这黑气之中掺杂的味道很复杂 有妖气 也有魔气 也有鬼气 但是楚河所处的广场上面 则是很少有黑气侵扰 就像是这些黑气有自己的意识一样 不敢靠近楚河 那些广场上面聚集的人 早就吓坏了 纷纷四散逃避 但是外面都是黑气 而且有些人跑进黑气之中 不久就传来了惨叫的声音 还有浓重的血腥味 这样的结果导致很多人再也不敢出去 只能是龟缩在这唯一没有被黑气侵扰的广场之上瑟瑟发抖 现在 这些人终于知道害怕了 他们恐惧地四处张望 而后紧紧地缩在一起 这些人可能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面 对人指指点点 但是可惜 现在这些妖魔根本不听他们的话 当口诛笔伐没了作用 这些人就像是被拔去了牙齿 而此时此刻 楚河也终于开始大范围地收到了来自于他们的悔恨之 不过并不是全部人都有所悔恨 那边黑色的雾气之中传出格斗的声音 而且还传来阵阵的雷鸣一般的声音 却是富力和物件和妖物扭打成了一团 两人都算得上是高手 只是在厉害的高手也是双拳难敌四手 面对那么多的妖怪 他们还是很难抵抗 该死 为什么那么多强悍的妖魔 难道他们所有的妖魔都朝着石城的方向来了 他们心中同样是场吃惊和惊骇 原本他们因为高估了这黑气之中的妖魔数量 可是等到真的进来之后 他们才发现原来还是低估了 两人在黑气之中相互辅助相互防守 一路朝着城门的方向赶去 虽然危险 但是他们也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 绝生和尚还在哪里 还没有接近城门 他们就看到城门的方向 有一片佛光正在缓缓朝着他们走来 只见到绝生和尚双手和十 身上散发出阵阵金色的佛光 在这黑色的雾气之中也是清晰可变 只是这些佛光对于那些低级的妖魔 简直就是克星之中的克星 可是对于稍微有些强悍的妖魔 那就是只能给他们制造一点麻烦罢了 所以时不时的就可以看到 有妖魔偷袭绝生和尚 而他此刻早就精疲力竭 能称起来佛光都已经是奇迹 完全没有任何的精力去还手 只能是硬生生地扛着这些妖魔的攻击 眼看就要倒下 只见到又一个妖魔张开了血盆大口 朝着绝生和尚的脑袋咬过去 如果是真的咬下去的话 那么绝生和尚就是必死无疑 绝对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富丽目自欲裂 可是他现在即便是出手 也根本无法救下绝生 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 眼看绝生和尚就要死在这妖魔之下 忽然一道金光闪过 那妖魔在半空之中被金光直接贯穿了脑袋 是 发出一声闷响 妖魔脑袋之上迸发出杂色的血液 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三人都是一愣 而就在此时 楚河的声音缓缓飘到了他们的耳朵里面 你们三人值得我救救一次 富丽和物件还有绝生眼前顿时一亮 是他 是楚河 他出手了 但是 只是对于他们三人出手而已 借着这个机会 富丽和物件两人冲了上去把绝生和尚保护在了中间 带着他朝着广场的方向跑去 等到把绝生和尚带到了广场的边缘 富丽才把绝生和尚放下 物件直接开始给绝生和尚治疗 绝生 我带的那些弟子 绝生声音虚弱 叹息道 他们我们带来的上百名弟子全部都都死了 什么 富丽一愣 全部全部都死了 绝生沉默不语 那现在怎么办 如果他们还在我们可以大布置阵法 但是现在 他言语之中的意思不言自明 这还怎么抵挡 仅仅是一个照面 人几乎就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还打个屁 而且刚才如果不是绝合出手的话 就连他们也要死 三人在这里所说所做 全部被不远处的人群看到 他们只看到三人出现 但是却没有听到三人嘴巴里面说的话 一时之间还都以为救世主重新出现了 绝合站在台上心中多少还有一些疑惑 心说都到了这份上了 妖魔都已经是起点输出了 为什么这些人的悔恨值还是那么少 倒也不是说 这些人完全没有什么悔恨值 只是那点悔恨值和现在面对的局面来说 完全不值一提 看 那三位高人又出现了 我们有救了 高人 快 快把外面的妖魔挡住 快啊 你们不是会那个什么罩子吗 就是把石城罩起来的那个罩子 快施展啊 难道你想要我们死 快啊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